有要看的同學可以順便看一下 我按照步驟講解 第一個步驟就是旁邊多的圖案先裁掉 先不要把它一起拿來用 圖案的範圍有多 所以裁的不是很準沒關係 小姐來,我幫你摸 這個部分可以先摸著 好,那接下來這兩張我們主要要拼的是這兩張 有分上下有沒有 先找上面的這一邊 先把白色的這個地方割掉 旁邊不用刻意去修 一定要把白色完全割除 這樣你才能夠對圖 這樣子 好,接下來要對圖 那個膠帶幫我拿一下 對圖的時候 盡量要小心對準 那教各位對的方法 先盡量抓到一個位置差不多 先看一下左右 左右的圖案有沒有,先抓對 然後這個圖差不多接近了 這樣壓著,然後掀開 這樣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對圖 你可以這樣掀著看 這樣會比較容易抓對 這樣會比較容易抓對 好,沒有喔 這裡沒有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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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剛剛就騎好了 有啦,剛剛就騎好了 這樣才騎啊,剛剛沒有騎啊 這樣才騎啊 真的沒有騎啊 我們要切顆 我們要切顆 好,那因為呢 它的糖分一定有多 對不對 好,那麻煩一下 那個膠帶幫我撕一小段 我要有兩小塊 兩小塊 可以做固定的 好 這樣一小塊 要兩邊先固定 先壓著 好,這樣先壓著 好 這個比較繁複 要兩次工 接下來我要讓它呢 就是不會有兩張紙叮 就是不會有兩張紙叮 跌在一起會凸起來的效果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中間 再找一個位置 再重新購一道 有沒有 那等一下我拼接的時候 是不是兩張紙 就會剛好接在一起 所以你這時候要壓好 那如果你的景物裡頭 不是像這邊這麼空的話 有的地方是有房子的有沒有 儘量找你的下雪的那個造雪機 可以點上去的地方 去當接縫 這樣你到時候接起來 比較不明顯 好 好,我們現在把它割開 好,割開了齁 好,那這一張就要拿掉了 好,膠帶這個還有用 所以再留著 然後下面這裡是不是還有多一截 這個也沒有用了 所以這時候這兩張到時候 拼在一起就會剛好滿 完全 對,它就不會有兩張紙 重疊突突的效果了 所以這時候重新把它拼好 有沒有 好,拼好 盡量對準確一點 盡量對準確一點 微微落差還好 看不太出來 那這時候 這一個再重新貼到這邊 再壓一次 好,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好,這時候我們要反面 好,再來就是膠帶要用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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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就是膠帶要用的地方